大家好,我是阿兰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雨 现在天气一开始变冷 开始穿着毛衣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进这大山里面来 进到这一条路进来 这里面方圆几公里是没有房子的 但是听老人说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无人村 好像是没人居住了吧 今天我们要进去探一探 原则这条小路一直往里面走 然后就会到这个村庄了 然后这里面就像一个大峡谷一样 两边是高山 然后中间是村民进来 种一点这个玉米 还有这个山叶之类 无人村村庄估计就在前面吧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看一下走在大山里面 现在这里面基本上干活 才有人进来没干活的话 这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非常的精进了 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好 然后看一下这些是村民进来种这个 这个商业的 他们是住在外面比较远 进这里面来 因为田地在这大山里面比较偏远 下面这里就是沙石路了 刚好通这个山马车进来 然后村民进来 要叶子啊 这些种这些牛草进来就好进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村庄估计就在这里 然后那边发现一间这个房子 有可能是这个独门独户 我们上去看一下 现在快走到房子这里了 现在看到房子了 周围长满了杂草啊 就独独这一间房了 独门独户啊 房子的边边这里有一颗这个桃子 然后那里应该是黄笔果吧 你看一下啊 是否还有人居住 这里还种了一点这个甘蔗 这里面应该是没有人居住了 好我们开始进里面去看一看 有这个棚布 有这个棚布 这一瓶酱油 还有水 这里有蚊帐 水泥砖应该是建的不久 下面这里应该是以前的厨房 上面是铁皮的 啊 这里面好多这个东西都没有带走 这些应该是搬走 看到这种房子 然后这里酱油 还有很多盐呢 什么都没有带走啊 我们在这里应该是它的厨房 以前来这种 用这个竹子建的房子 年代是有一些久了 可能很久以前 这种用竹子建的房子 这厨房我们看一下外面的这个 外面好像全是这个 这里进不去呀,等下我找个地方,然后我们到这的主房去看一看 看一下这种竹子边的房子相当相当的久了 然后这里有个门 这个门也是过不去的 刚才到下面去转了一圈,也是没有地方进入的 我们现在只有通过这个小门 看一下里面 下面全是竹子 然后 边边也是竹子 上面的这些 全部垮完了 以前不知道瓦片还是什么 像建这种房子的话,走进去确实不敢走,因为这竹子的话 上面没有这个盖的话 它经常是风吹雨淋的 然后它容易 应该是坏掉了,一踩上去一腾下可能就塌下去了 现在到房子的这个门前了 我们看一下以前 这种房子建起来确实有一些简陋 看一下房子的基地就用这个水泥砖做的 然后结构它是用这个木头 作为这个梁柱 然后房子就这样子建好了 然后现在 房子这里就是这一间了,应该就是这一个村庄了 也不知道主人应该是搬到外面去的 然后门前 就是这里 在这里面住一户的话 确实有一些冷冷清清的 搬出去也不知道搬了,搬出去应该也好吧 在这里面如果晚上啊 这些大型的野兽啊 叫声啊 还有一些恐怖住的 有一些可怕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进来也看到村庄的全景了 进去的话也是这个田地 刚才我也 一路来的时候进去过 那里面也是没有这个房子的 唯独就是这一间 好现在出山了 像这样子的村庄 这里也是一个就是无人庄 以前 可能这里都没有通路 就是一点小小的山路走进来 因为 以前嘛 没有这个摩托车 还有没有这个山马车 然后 进来都是背出去的 现在 生活好一点 然后就开一条小路进来 开个摩托车或者山马车进来收玉米啊 或者要这个商业的话 运出去就比较好 这里这个就变成了无人村废弃了 那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人们 许可视频